有一个歌唱比赛 那有几个人实力的差不多 那你会支持谁 你大概会支持你认识那个人吧 导演吴念珍开直播 以唱歌比喻选举 还好 今年台中是那个 是林佳龙跟那个卢秀燕 他们两个选 如果是林佳龙跟江祈臣 两个人选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我说你选哪一个 我就蛮难的 因为两个都认识 言辞间 吴念珍力挺林佳龙 他说每个人选择都不一样 要是问他支持谁 他会选择自己认识的人 我是相当能够体会他的心情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让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家能够更好 那不要去撕裂 林佳龙说 他在担任新闻局长时 就认识吴念珍 上月市府才发布的这部空拍影片 我们的台中 就是请吴念珍担任旁白 这片土地仿佛隐藏着一种神秘 和强大的吸引力 以及看得见的机会 于是来的就会留下 将近八分钟的影片 用鸟看的视角 在搭配台湾欧几桑 吴念珍的旁白 一字一句都讲到台中人的心坎里 在选前这关键时刻 吴念珍感性的表态 势必帮林佳龙加分不少 而对手卢秀燕 请辞立委 外传是地方派系强力施压 没有 事实上我决定要参选的时候 我心里就已经有想法 我就是照着我的计划走 卢秀燕强调 请辞早就在计划中 但是外界推估 因为这会牵动到政府议长的选举 地方派系才会要求卢秀燕 在最后关头要催出蓝军气势 选战倒数三天 每个关键决定和人物 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情 三新闻 朝政章 方品文 SN小组 台中 采访报道